我们今天要去提车了 是老弟要买车 他也看了不老管车型 国产的 合资的 混动的 燃油的 都看过的 终于在昨天晚上决定了 买了个芬田的亚洲龙 虽然不是我买车 但是我都看花眼了 钱带我没 带好了 在这 你有多少存款呢 100多 10万零几百块钱 你咋这么了解 我喜欢看他手机 老弟上了几年吗 打了10万块钱 真的挺不容易的 不像我们那时候 月光族 同时买这辆车 也考虑他的实用性 事后以后10年代啊 他不会考虑再去换车了 山下的就有舅舅来垫付了 这就跟舅妈在考虑用谁的卡呢 你请 我请 叫他喊卡 看见没有 正常的家庭啊 都是女的管情 男的不当家你知道吗 叫他他 哈哈哈 他说他不当家 手都不当家 说他的鞋都在你叫你 屋子家屋西包得了 哈哈哈 这张是谁的 这公鸡卡屋的 这个是我舅舅的 都拿着吧 我保管 嘿嘿嘿 嗯啊 嘿嘿嘿嘿嘿 这辆车估计得让会了 前一转没好 准备出发了 妈吧 哎 你在哪 咱们跑这个车停在小庆门口啊 我们去开新车 不然等一下两辆车比较麻烦 主要这孩子的手太深了 咋敢开啊 一定是怂 哈哈 咱们先打个车 给爸爸吃一个 哇 都给爸爸了 每个 哈哈哈 您这样不配的 我跟肥牛都没有是吧 你两吃一个 我两吃一个 这个动手抢了这孩子 美的哦 小孩子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的 车已经来了 走 慢点啊 十分钟的路程就到了 好的 我们已经到4S店了 车呢这里已经开好了 就是亚洲龙了 但是这个价格还没确定好 老弟也在究竟买什么颜色的 不过最终啊 还是这个价格 一定要砍到位的 等会砍一下脸皮厚一点啊 别溜情啊 狠一个 你也狠一个 这个才是砍价专业妇呢 今天买车的人还是挺多的 老弟 别玩手机了 准备开始了 你也准备开始 得让谈判专家上 那不就你姐嘛 你今天也搬家砍呢 扯桥啊 谢谢啊 你要价格合适 有限车交钱就走了 今天直接开走 对对对对 老弟得一直表达到位的 去申请啊 牛牛啊 过来 现在这些燃油车啊 叫价叫的太厉害了 我记得以前亚洲龙制造的256呢 现在把这轮车贵的 我估计觉得价位也差不多了 饱屁 哈哈哈 本来十几万的预算就买这个哦 结果嘎 等下这大哥呢我操 这是我算最最终的一个价格哈 全款的价格这个是吧 对全款的 我基本上摸了一个零头的 哈哈哈 你看你的身上啊牛牛啊 看哪呢 我都不想要你呢 原车价228,800 优惠23,000 裸车价是205,800 购置税是9,106 还有一个保险大概在7,300左右这样吧 他还包括你的一个新车大礼包 1980就是这些东西 2.047高配的 然后因为是全款嘛 所以最后的落地价就是224,186 反正我觉得这个车还是不错的 车老弟在签好动 但你们看一下老弟之前看好的荣放啊 这是荣放 这是亚洲龙 你们觉得哪个好看 交情去了 已经确定了 就是这款2.0T高配的亚洲龙 就这个颜色的 老弟其他颜色也没看上 落地的话224,000 还有啊经过这么多销售啊 刚才这个帅哥我印象最好 很多东西啊都给你讲的特别详细 注意这注意那啊 服务太到位了 如果有本地的朋友想买车的话 给他找他 这是车价 这是新手大礼包 我们家喜欢给他苦闹那种 买车没有花 哈哈哈 不知道到底送不送 没有 哈哈哈 老弟啊 嗯 去把后面的气球摘下来 等会儿动给你姐 这样子 早日的摸了第一张摸啊 一定要让你踩一圈去 然后你一直这样要自作的 对 这样滑 哈哈哈 帅哥帮我们去罗车了 今天的天气正好适合提车呀 上完保险车咱来开走啊 保的这500万是吧 这是保险的价格 牛牛的恭喜舅舅 小弟舅舅 提车 提车 哈哈哈 空闲时间给你们展示一下家庭地位哦 哎 轻点 去去去去去去 他他大我还不是欧地蜜呢 轻点啊 这是不是有点重了 垂死了 等会儿 你不是吃劲吗 我不吃你的劲啊 不要 不要 最后就是去办一下临时拍照了 还送了一瓶玻璃水 马上就可以拍照了 这个就是老弟的新车了 然后这个赠送的 有一个零品对 这个 快点快点 就等你了 拍照片呢 来来来 拍一个 哈哈哈 小时候给老弟介绍一下功能的 大不大呀 大 哈哈哈 这屏幕看的好高档啊 这红丝带也系上了 大家买新车啊 一定要系这个红丝带 这是我跟朋友俩的经验呢 当初我跟朋友俩买新车的时候啊 就是没系这个红丝带 结果没出一个月 全被刮了 系红丝带的朋友啊 人家一点一点事都没有 你说这是啥道理吧 真的是帅一些 我大哥上来体验一把了 爱你孤身走完乡 做人有毛吧 这孩子不会啊 听听没 听听 听就可以了 听就可以让位了 开始撕磨了 媳妇上 还得是让人家来呀 好 全部搞定 这个新车 先让小话体验一下啊 那是必须的 啥 妈妈 听不听听 现在准备回家了 必须定 妈妈问你这个车是谁的 牛奶的 牛奶的啊 牛奶买的啊 车已经到家了 新车到家必须得放鞭炮 拿好嘞 好大的烟啊 舅舅跟舅妈都挺满意的 最后这个好点 舅妈上去坐呀 这钱花了也得让他体验一下 对 舅舅上去 大不大 大 这人等散 以后再包个孙子就放在后头 哈哈哈哈 昨天晚上不是提车了吗 老弟激动的那是爷爷没睡呀 一家人看的车都挺满意的 我也试驾了一下 开的挺好的 但是我说句实话呀 就是有点肉 没有我那个车开的带劲 但是考虑它的实用性嘛 我觉得这个车整体还是不错的 省油保养油便宜 很耐重 大家不是有一句话形容压流龙的吗 就是你退休了 他还不退休呢 但是我们家媳妇吧 也有点小心思的 你是不是看了老弟这张车呢 不是的 你跟他讲 我再添几碗给他 我把车跟他置换一下 没有 我感觉这个新车呀 就是比那个旧车舒服 我都不想做小孩那个破别克了 那好吧 以后让老弟来寄送你 管你有点备人 知道吗 大家觉得这个加州龙怎么样 评价一下 嘻嘻阿嘻巴巴 嘻嘻嘻嘻嘻巴嘻 嘻嘻阿嘻嘻巴嘻